请问师傅几岁的小孩子就不能跟异性的父母同床睡觉了 我觉得五岁之后就不行了 好 感谢师傅 我小孩进来总是去了学校又回来 我不知道我是要念什么精神给他 他去到半路就自己回来 哎呀 自闭症 哦 这样啊 这孩子平时是不是家里不大愿意跟人家讲话 他就喜欢看电脑啊 好了 平时不理人的 对不对 他要是好的朋友他就理 要是他不愿意讲的 要是交谈的朋友他就不怎么理人 他现在心中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他走到半路回来一般的都是说 他想到某一个他特别不喜欢的人 或者想到某一些上课的时候 这个某一个老师对他不好 实际上他已经有点惧怕 然后呢 他会有一些恐惧症 恐惧症也是属于自闭症的前妻 一个人先害怕才会把自己关起来 你想想看 如果不害怕别人打他 他怎么会把他自己关在房间里呢 觉得别人在欺负他 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了 你明白了吗 他曾经跟那个朋友有过一点过节 就是不是很开心 你跟他念姐姐咒了 对了 这就跟你说姐姐咒没念好 明白了吗 我念四十九遍可以吗 你要念姐姐咒之外 你还要给他念小房子 我给他念一个星期三张小房子 你给他念礼佛呀 礼佛念两遍可以吗 念三遍 三遍 你知道他不回家了那就好了 他就是总是七到八路的时候 他说他不舒服他回来 他是骗你的哪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听得懂吗 这都不懂啊 像你这种人 不要说儿子骗骗你的 谁都能骗你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家庭环境的问题呀 以前就是他跟他弟弟一个房间的 后来因为我跟他起来比较早嘛 他也起来早 他也起来早 我也不要影响其他人 就是说我就跟他在这个房间 儿子是一个床的 半年床的 你跟你儿子住在一起是吧 是是是 跟他住的时间很长 两个人一间房是吧 是是是 他现在几岁啊 他今年十四岁半嘛 我看你脑子有问题哦 这么大一个男孩子 还跟你住了一个房 刚刚还住了大概两三个月吧 赶快呀 不能让他跟女人住在一起的 因为他跟他弟弟总是有有有别扭 所以我就 有别扭的话你动脑筋啊 嗯 你跟他别扭你就把家里再拦 再去拦房间 买这个东西 哎这种环境很麻烦的 因为我们在客厅 我奶奶在客厅睡 所以我小儿子跟我先生一起在一起嘛 哦 哦 所以我想请问台长 现在能不能感应一下 我们能换这个房子吗 赶快换了 不要感应了 今天不感应的 现在我就告诉你赶快换房子 因为条件很容易产生矛盾的 条件不好就产生矛盾 条件好 矛盾就少 这还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吗 那我就是比较可不可以换这个环境的 要换 要换的 而且一个14岁的小男孩什么都懂啊 你不能让他再跟你住在一起的 不好的 嗯 那我调回高老先生 就把小的调过去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的 你就应该这么做 他们不好就讲他们 哦 明白吗 嗯 没关系的 他们不好就讲 你们也不能这么乱来的啊 嗯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他 呃 有时候 不好的 嗯 不要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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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在生长发育期 这种 否想连篇 想想 不断 你说说他一个女人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 你是他妈 你是个女人 嗯 你这样的话会对孩子不好的 你这都听不懂啊 嗯 好的好的 怎么没有脑子的 怎么怎么这么没脑子 他跟弟弟 就是有什么研究 我要念跟他念姐姐 念姐姐这么就好了呀 念心经念姐姐这么好了 我每天都给他 念他随便 对了 我要给他念多少 这样小房子呢 请问 小房子一直念 一直念 嗯 要放生吗 要念经要放生 放生是对孩子以后好 念经是现在马上好 听不懂啊 嗯 你要就要给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他的脑子已经有问题了 嗯 你服气了 我刚刚在 稍微眼睛看了一看 他是 他的脑子上已经有灵性了 嗯 嗯 因为我 我们家呢 奶奶也不相信 我先生也不相信 所以这种战胜 比较困 大的困难 所以说 好了 你帮他 你相信不就好了 你奶奶不相信 就让奶奶不相信 嘛 好了 嗯 嗯 奶奶不相信 奶奶这么大年纪 以后吃苦 还是奶奶自己吃啊 那你就不要吃嘛 好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我给他念了 七遍大贝咒 二十一遍金金 还有啊 啊 小哉四十九 还有那个啊 姐姐就四十九 礼佛呢 礼佛 我之前给他念两遍 嗯 最好念三遍 我每个星期给他刷三张 啊 心经多念一点 心经二十一遍可以吗 啊 可以了 好 他是不是跟外面的同学 有什么冤结呢 他一直会有冤结的 他实际上在家里已经有冤结 所以他这个心态不好 他到学校里人家也对他不好 他也不会对人家好的 因为在家里跟弟弟啊 跟家里人都有冤结 所以他的这种情绪会带到学校里 人家学校里也不卖你账的 你板这个脸 所以很多人很傻的 在家里不开心 跑到外面去板那个脸 马上得罪人的 你听得懂了吗 嗯 咚咚咚 咚咚咚咚了 好吗 还有我问你啊 你奶奶跟你们家住在一起吗 住啊 他之前不跟我们住 要搬出搬出几次了 你这样能让他搬出去好了 因为某种情况 因为他没地方住 所以他要搬到我们这边住 大概有十个月左右吧 就就他吧 这么大年纪了 你就给他多念点 多念点心经好了 念七遍可以吗 七遍可以了 嗯 奶奶也是重要的呀 听得懂了吗 因为奶奶他 我劝他也劝他幸福啊 但是他 不要劝 他国语听得懂的 你以后把收音机讲台长的收音机到了晚上重播的时候 给他听听就好了 我特意把他在客厅里面听 但是他不听 他要看电视啊 啊 你如果哪天不看电视的时候 你给他听 好吧 啊 你要记住 要有妙法 哪天把他电插头拔掉 说今天电视不开 然后你就让他听听 他一听他就哎 蛮好的 因为他总是开电视都是我先生帮他可以看开的 因为他不看不到 他看得不是很清楚 好了 你跟你先生要 大家商量好的 要救他的话 有妙法的 嗯 你不让他接触怎么救他 嗯 好了 好的好的 谢谢啊 谢谢台长 或者你叫你奶奶 这次台长1月25号在好示威的法会 你你把他弄过来 嗯 他开一场法会他就成功了 我上次8月11号我也叫他去 但是他没有去 啊 他去了他就相信了 嗯 好了 好的 谢谢你啊 台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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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